近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师李倩 和四岁女儿在回家路上遇见一位温倒路人 那一对小夫妻来帮助我以后 我感觉这个小夫妻比较可靠 后面就是她一直张开 然后我就全心全力地去救这个病人 17号李倩因为帮助他人 获得天天正能量5000元奖励 江苏小伙陈伟 在南京开了一家水果店 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 于2021年4月关闭店铺 南京那边然后开了个水果店 年之间做到500多家 有500多家会员 因为疫情各方面的影响 然后我的生意就不好 然后就一直亏损 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 那时候我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少推了一部分 不去有200多家 我回到家里面 多找几个工作嘛 想把他们钱尽快还完 一个月 只有800块钱 每天三十个小时吧 基本上都在 我每个月基本上去 事马上发工资 我就过去 给他们挨个打电话 给他们挣钱 这个 几万块钱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你说联系警方了嘛 我说看还有哪个客户 没有推到钱了 然后想办法 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 他们说雨的后倒门 他就年龄比较大 他没有微信 又没有电话 目前为止还有 几十家真的没有联系上 我会想一些办法 把他们钱肯定要还 还掉的 那时候关门了 我们去看下一跳 我以为他要跑了 三个月以前 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大概是他给我退钱的 他退了490多吧 很意外 真的很意外 觉得小伙子不错 我感觉这个应该做的 对人家说几百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 我感觉不是那么小钱 感觉都不容易 自己做亏的 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承担 事发当天早上8点20分左右 在绵阳市游仙区 仙人桥附近 一女子突然翻过河堤围栏 跳入芙蓉溪中亲生 上班路过此处的民警 梁志还健壮 迅速脱下衣服 跳入河中救人 因救人心切 梁志还在跳河是不顺触敌 手脚多处受伤 加之河水冰冷 他逐渐体力不支 好在此时 增援警力和消防赶到 将梁志还和亲生女子 营救上岸 经抢救 女子已无大碍 记者了解到 今年59岁的梁志还 已经从仅32年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 曾多次出手帮助他人 也受过很多伤 虽然即将退休 但刻在老海里那份 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依旧强烈 当然的宗旨 就是为人民服务 第二个是 我是一名军人 因为我们父亲 也就是开明朝的一名老兵 一老兵 他的精神传握 我也想把我的 我的父亲的一些精神 从我这一代 又穿一个 那么两人 当时跟朋友出完翻下楼 就听见有人 在后面喊抓小偷 但是感觉不太像 也没当回事 后面再次听到外卖小哥 在喊 他真的是偷外卖的贼 才知道是真的 然后刚好就撸到了 抓到小偷的这一瞬间 坐近的时候 就听见外卖小哥说 这一次终于逮得了一个 就感觉 他经常就外卖 旁边的人也在说 他挺不容易的 我在教育那个小偷 干什么不好 非要偷外卖 他过了一会之后 开着所有的警察数据 就把他带走了 就把他带走 就把他带走 就把他带走